双城论坛理论上该办了吧 怎么拖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声音 双城论坛的档期也卡住了 但现在据传是说是 上海受到北京的压力被卡了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是说 因为现在档期剩下12月当中 最后两天可能可以来做 双城论坛办了14年 哪怕是在反送中的时候 都没有断过 在疫情的时候 也是透过线上等等方式 反正总之 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断过 那现在赖清德上台 台独今孙当总统终于要断了吗 所以来问一下老师是说 到底是谁想交流谁不想交流 因为蒋花恩说 越紧张越要交流 北京的压力还是台北的压力 一个一字之北差差了很多 到底谁是那个87 对这个双城论坛 其实我去年亲自参加了 因为台北市政府 他们就请我们一些民间单位 对 就去那边参加相关的活动 那正好我个人跟上海市 关系还算 我说上海市的一些人 或者一些官员 都还算互动相对多一点 所以双城论坛 我的感受也比较深 我前一阵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都说 我感觉应该都会办 因为没有理由不办 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就算是19年什么反送中啊 香港国安法 21年等等 办啊 对 连疫情都有办 用视讯办 对视讯办 所以我觉得一定会办 只是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怎么办理的办 怎么办 怎么办理 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再来呢 这个双城论坛 大家为什么那么关切 因为它是全台湾跟大陆之间 我都开玩笑讲 不过也不要叫开玩笑 它就是一个旗舰型的论坛 因为叫flagship 也就是城市地方的这些交流之间 台北跟上海 这个是最大最受到关切的 台湾跟大陆之间 还有一个叫做两湖论坛 对 但这个湖 其实我们叫日月坛 不叫日月湖 不过正好 因为叫两湖论坛 就是南投的日月坛 跟杭州的西湖 所以是南投县跟杭州市 两边的这个两岸的交流 也好几年了 但相对规模比较小一点点 那其实最 不是讲最 去年还有一个 我现在名字有点记不太清楚 因为它是新的 它叫做 好像叫做什么两岸城市 还是两岸港口城市论坛 类似这样子 去年应该是在广东 深圳那边办的 那台湾这边主要带头的是 基隆市 基隆市也是一个港督 那你叫高雄市带头的话 我也觉得陈契脉跟深圳 应该接不起来了 曾经有想过 韩国瑜的时候有想过 韩国瑜在的时候可以 那现在不太可能了嘛 所以也有这一个港口的城市的论坛 但是这个是新的 所以呢你看来看去就是双城论坛嘛 对 再加上台北市长 在台湾政坛的能见度 没错 不用讲嘛 所以到底会不会办呢 我们从过去看起来好龙斌的时候办了 而且好龙斌的时候 当时上海的市长来了 市长叫做韩正 嗯我印象 现在还是位居高位啊 好龙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 很小 还在大学跟研究所 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当然后来来的大部分都是副市长 大部分是副市长 可是一路到柯文哲 你看这一位自称是墨绿的人士 后来当然他逐渐向中间靠拢 然后呢搬出一个 当然不是柯文哲发明 其实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在用的词 叫做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所以呢这个双城论坛就在柯文哲 既没有说什么九二共识 也没有说什么一中之下 继续办了 办了 所以我就说蒋万安时代 怎么会不办呢 没有理由不办啊 从市长的属性来讲 如果柯文哲都可以办 蒋万不能办的话 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了 好 那第二个为什么我觉得他会办 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 办这个论坛已经十几年 十四年了 我记得 如果今年不办了 因为两岸关系恶化 因为赖清德这个台独金孙 不办了 好 请问一下 谁最高兴 赖清德 我朋友说双方市政府的官员 没有没有 公员最开心 对对对 因为很累很累 对 其实真的是民进党赖清德他们最开心 因为你不办了嘛 好 那中共有没有那么的不理智 我觉得应该不会啦 他们大风大浪也见那么多了 所以他们也知道双城论坛如果不办的话 最高兴的是民进党 对 而且呢 正好跟中共最近在推的两岸融合 是大相径庭 是相互矛盾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观察中国大陆当局 他在这个 也就是中央政府的这个层级上面 台湾跟大陆其实是互不来往 但是在地方 其实中国大陆只要是非绿的县市 中国大陆其实工作还是做的很多 所以你说台北市如果不办的话 这真的是 我用一句 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成语 叫轻痛愁快 当然不是这个 我说轻可能是说 讲完附近的这些亲朋好友 支持他的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从很多的迹象看起来 其实双城论坛一定会办 而且不办的话 既然最高兴的是民进党 那伤害最大的是谁 国民党 我觉得是中共 为什么 因为中共看着两岸关系越来越糟糕 所以他干脆不办双城论坛的话 那他所谓的两岸融合根本是假的 对不对 然后他把中央跟地方层次东西混在一起了 对 那如果你把他混在一起 那两岸就不用交流了 因为现在台北这边就是绿的 就台独 所以我觉得受伤最大的 国民党会受一点小伤 因为一定会有些流言蜚语 但是 你们的这个两岸和平路线就是错误的 但是受伤最大是共产党 他的这个和平融合这些路线就受到了 大家说你看果然就是假的嘛 对 好那国民党会受点小伤 但是国民党说实在 他是卡在这个两岸风暴 政治风暴之间 也没有办法 在野党嘛 而且台北市是一个地方政府 所以他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要说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的 所以我只能说双城论坛 背后原因当然主要是两岸关系 但是为什么两岸关系这么差 我还是相对乐观觉得他应该会办 那刚才您讲到说 12月的党期就剩下下个月 12月的中旬左右 对 大家想说党期 难道是要安党要表演是不是 其实主要是 场地问题 场地问题啦 台湾的报纸也讲了很多了 因为这个台北其实虽然说是首善之都 但他还是有一些先天的缺点 包括大型活动的场地 很少 不多 对 你讲的比较直接 你讲很少 我讲不多 陆地严重不足 对 那所以呢 这些饭店酒店的选择就很有限 对 那现在找的这一个 其实他跟台北市是有 因为基本上在重 在他重建规划的时候 跟台北市政府有协议的 所以他每年有多少固定天数的档期 是要做公益 或者给公共服务用的 对 所以呢 在这一个应该是精华酒店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现在只剩下12月的中间有两天了 对 当然你可以说台北市 你自己去找一个其他场地啊 台北最近还是有些五星级的饭店出来啦 对啊 真的不行 借新北市或者是周边县市也可以啊 也不是说不行 借新北市 这就有点像 你台北市开会跑到新北市去 但是真的没场地 我是觉得说这个办法总是有的啦 对 而且他们其实有人说 当然我这个是不负责言论 因为要募款的压力在蒋万安市长身上啊 就是说他们说哎 这个总共的预算才100多万啊 那你怎么会去 你怎么可能去找一些五星级场地 然后有这么多人要住等等等等的 其实募款怎么会没有呢 这些支持两岸地方交流的企业或什么 他们也可能会 对其实真的要募款 我相信是有的啦 所以办法就像您刚刚讲的很多 但是重点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要看那个党期 就是12月中旬 那么中国大陆把名单告诉台北市政府之后 台北市政府还要承报到陆委会 这就是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 就算在民进党政府治下 双城论坛 他还是陆委会在管 他不是外交部在管的 表示说双城论坛 他不是国与国事务啊 对 对不对 所以民进党为什么不太想办就很烦嘛 你找我越来越凸显 就说两边根本就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但他们又越来越强调 两岸是两国关系 对 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对 所以台北市政府我就说 如果12月这个党期 中旬的党期一定要的话 现在差不多快要开始动作了 所以我觉得再过几天吧 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会有这个春暖花开的好消息 当然这个我必须讲 这取决于中国大陆领导人的一面之间 他觉得是不是要继续办 或者说我就是因为两岸关系不好 我要让台湾民众知道两岸关系不好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这一面之间 我会倾向于中国大陆领导人 不会那样子就说 好那我就不办了 我觉得他们是倾向会办 结尾们总烦到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